打造最強音樂平台 WSM環星娛樂 又到我們藝文館的時間 一個文化藝術的節目 今天的重頭戲就是鄧拱碧小姐 或者我們經常叫她做阮兆輝太太 或者是Barbara 或者是Bobo 很多名字的我 大家好 我們現在分開一個主題 又不要太老套那句話 我們小時候 其實我記得我幾歲已經知道你的名字 因為我看報紙看到一個叫鄧拱碧 後來知道你是很厲害的 那時候不是叫鄧拱碧的 我那時候在報紙是叫巴巴拉鄧 巴巴拉鄧 現在人家一叫我巴巴拉鄧 就讓媽媽坐 有人回答 那叫你做香港第一代的母特二 那時候你入行應該是六五還是六六左右 六六年學Modeling 哦 學完之後 這麼鬼死矮 只有五尺三寸半都沒有人騷擾你 那又沒有人請你 那很愛做時裝表演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表演 哦 那我在學校呢 就經常跳巴拉 跳巴雷舞 或者出去做辯論會 總之 總之就要出風頭 那喜歡跳舞呢 人家整個舞池是人 我就不出去跳的 到人家跳都累了 進來我才出去跳的 那做摩一靈呢 就是因為 整個同學 大班朋友 女生朋友 一起說要去學 那我又抽了一份去學 學完 什麼都沒得做 因為我矮 那很可憐 覺得自己很淒涼 那就儲了七百元 那你就 你不請我嘛 我自己開 就是現在 你不請我拍戲 我去開一間公司 自己拍出來 那一樣的心態 那即是你家裡有錢 有一點 我都 OK 我家裡不窮 好嗎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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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共那邊很有錢 還有我知道你很厲害 那時候那年代讀馬利曼中學 Marinall 那時候叫做香港馬利諾 是 九龍馬利諾 香港馬利諾 現在就改了做馬利曼 馬利曼 是 那 那 你於是就自己開去做馬利曼 自己開去做馬利曼 那 就教人 那 那我每天對著鏡子走 一天走很久 很多個小時 那是練擺姿勢 練 那一年 那自己去搞了一個show 去租了這個半島酒店 去搞了一個時裝表演 很幸運來跟我學的學生 那 那 當年 是 兩班人裡頭有十個人 我們的show 是連著我自己 是有八個models 即是 十個人裡頭有七個 是用得的 是真的好的 其中有兩姐妹呢 到現在都是我的best friend 就是跟我現在都是差不多一個月見兩次的 哇 那 Anyway 我們就在半島開了一個show 那 什麼都不認識的我 我當時十六七歲 那 就租香港 Helene Crawford 瑞卿 無外 Parisat 只有幾間有時裝賣 那時候的人是穿長衣 是不買西裝穿的 所以賣時裝的公司很少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幾間 這樣call call上去 踩上去 我要搞個時裝表演 就在半島酒店 就要怎樣 要怎樣 要多少錢 要什麼衣服 怎樣怎樣 他竟然四間都給我 嘩 那然後呢 我又走去路華龍 當時是香港最厲害的化妝公司 那走去路華龍 BAT就是代理所有香煙 就是什麼種 英美煙草 英美煙草 就是色佐黃尖 就是大家色淤眉時 就是那時候認識的 那還有很多間 IBM 嘩 你真是十幾歲 膽粗粗 我好膽粗 我去找完你 我這輩子 你如果說了不 我這輩子都未必見到你 為什麼會害怕 嘩 在那裏做過時裝表演 那我打算過了一天 我做過 那就算了 就我公司倒閉 你明白嗎 怎知道做完呢 不是我的功勞 是這麼多人的功勞 是受歡迎到不得了 那我穿著一天的衣服 在衣服 在換衣服的房間 這樣呢 路華龍的老闆又敲門進來 黃尖也敲門進來 雖然的老闆 雖然的老闆 全部進來 恭喜我 那時只有十七八歲 嘩 真是害怕到 哭了 即是很興奮 很興奮 很開心 不懂得怎樣應酬 那時候 哭 那哭呢 我現在的I-9 都畫得這麼粗 那時候很粗 好像那些蜘蛛爪 那些眼線液 就滴下來 滴下來 滴下來 那件衣服是無礙的 即使是很漂亮的 我還記得是 很漂亮的粉紅色 我要賣了那件衣服 那時候 一千一百多元 嘩 要射到我 骨骼也射到 那我想問 這件事怎麼會後來導致到 你變成一個專業的毛特兒 甚至我知道 你是連卡佛的御用毛特兒 我其實真的很矮 是靠 我因為有啤梨底 我從四歲 學到十六歲 又有巴雷舞底 所以我走得比較漂亮 那時候來說 那時候算是美女 又算是身材不錯 那算了 不是算 你說我夠膽 我又夠膽去找人拿衣服 那我有一間公司 我沒有收拾 因為別人稱讚我 那我沒有收拾 那我沒有收拾 還沒發揚光大 去找這裡做秀 去Hilton 那時候 酒店很流行做秀 去Hilton 又做秀 去那時候 有一間叫做Ambassador 每個禮拜 我每個禮拜都可以做 那就是一晚 趕幾個秀 七點半 九點半 十一點半 趕很多秀 哇 那但是 做成怎樣也好 就 沒有錢賺的 不是 不是 興趣的 都找到收入嗎 很好收入 很好啊 算了 那時候 在寫字樓打分工 三四百元 六百元 已經高薪了 那你做這個老闆 一個月 不止賺幾百元 不止 那時候不止 那另外 但我都是偽 都是 那些大秀 我做過一次 這麼大把大秀 就有個叫 不知什麼 FIRD 在Canada來的FIRD 請我做 於是 我就做過一次大秀 這麼大把 那 中規 Lane Corford 覺得我好 嗯 那就 跟我說 那個叫做 Promotion Manager 嗯 那他跟我說 澳洲人 那他跟我說 呢 不如你 正是幫我們 Lane Corford 做 嗯 即是要上班 由早上 11點 回到 6點 就正是 即是 有新貨 到你就拍照 無論那個 是時裝 是鑽石戒指 或是鑽石戒指 或是茶杯 他要公開這件事 你都要負責拍照 嗯 每張照片計算錢 我當然想想 怎會不想想 但我想問Bobo姐 那時是否外國人的天下 沒有突然主要 不是 都有中國人 有很多個出名的中國人 文麗賢財民意 許山 有個Rosabella 即是那些是你前輩 同輩 同輩 是的 我們經常覺得你是同一個輩 叫第一代 和這些中國人 沒有第二代 其實是第二代 即是五十年代 香港也有中國女性 沒有 六零年代 早期 Chan Meiling Maling Chan 我們不認識的 不是 現在還很出名 現在還做那些 因緣撤合 還有一個公司 在香港 她是 她是馬來西亞 即是有時電視的女人 她是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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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l 沒有人知道 她是我老師 沒有人知道 她是Top Top Top Model 她很漂亮 她的樣子也很漂亮 但她很有class 很有味道 很有味道 哦 但我和你經常說 你矮 但以當時來說 你的高度怎麼會叫矮 矮 她們起碼五尺六 已經有這麼高的女生 起碼五尺六 有一個叫 袁斯文五尺十 現在是經常看大戲的唱樂曲 她以前很出名的 叫Alan Ornn 她五尺十 哇 五尺十一 好 我想問你 由連卡佛的所謂叫 御用無特兒 那你怎樣再發展你的 無特兒行業 其實 連卡佛差不多 是我去到巔峰了 是很長的 期間有多久 都挺長 很多年 用了你多久 很多年 我忘記了多少年 六幾年到七幾年 那之後你就忍退了 不是 沒有忍退 我太忙了 那時候 早上 那時候沒有隧道 還要坐天星小輪過海 我六點半起床 七點半開咪 在商業電台 十點鐘放商業電台 十一點回到連卡佛 你要記得有一村回到中環 即是沒有車沒有船 坐的士 乘搭過海船 是 然後 六點鐘下班 晚上做什麼 做Fashion Show Usually 趕兩場三場 哇 然後十一點半下班 開始拍拖 到那時候二十歲 十幾二十歲 二十一二歲 才開始拍拖 拍到兩三點 即是跳舞 遊車好 練車 諸如此類 那兩三點才下班 之後 早六點半起床 長期 幾年 嘩 好新 即是到一個頂不順的地步 那於是乎 不做了 不做 不做 房間模特 我就回到老本學 開一間學校教人 那時候收很貴 就在銅鑼灣開了一間學校 嘩 做一個Dumblun 即是一個沒有老的美女 我要做一個厲害的美女 於是乎就去寫稿了 那我想問 那時候毛特兒有不同的形象 氣質 有些有可能的一代油蜜 有些有小家碧玉 有些有秀愛惠宗 請問別人外面看 譬如說鄧拱碧 是代表哪一種形象 以毛特兒來說 代表一個 妃女 我不算太妃女 不算太妃女 一定不是 我家裡很嚴 即是受外惠宗 乖乖的 很特別 總之當時也有很多人 很難看得我 因為我矮 真的 因為我只有五七三寸半 在現在來說 即是沒有說模特兒 普通女生 就不是很矮 但是以那時候的模特兒來說 就真的很矮 我要經常對著鏡 我怎麼站著腳長一點 我怎麼拍照 如果覺得我高一點 我的嘴型 這樣拍照 這樣拍照 還是這樣拍照 是相差幾個厘米 即是要知道 眼睛又怎樣才會配到 髮型怎樣配到 我當時很有研究 但我想問 那時候六十年代 對女性有沒有歧視 即是你做模特兒 穿得性感一點 那些人會不會批評你 是歧視 但是我家裡很大件事 為甚麼 拋頭露面 六十年代是不拋頭露面 不是 我家裡不是很開心 我家裡是很傳統的家 那即是期待你 即是期待你在家裡 嫁人 做過家庭主婦 不是期待我 讀完大學 那天那天去做過 做過家庭主婦 或者做過律師之類 是不喜歡我拋頭露面 那問你 事隔都這麼多年 我們小時候 覺得你們是香港的 中國人毛特兒的開山之組 那你現在那群毛特兒 即是跟你同屆的 還有沒有聯絡 我有問 我前幾五天見到 時廠設計師 那些William Tang 我也有問他 文藝賢怎樣 好嗎 那許珊過了身 柴文義 柴文義也過了身 Tina也過了身 很多個都過了身 不是很老 哎呀 我們七十幾歲 六零年代出名 到現在是七十幾歲人 不像四十幾 多謝你 Boris 你數來都很會說話 你問問我最難忘什麼 好 請問什麼難忘 1968年2月18日 我帶著五個女孩子 就第一次出埠去做表演 你知道我現在經常出埠去做表演 去什麼埠呢 去台灣 台灣而已 一個小時沒所謂 第一次 但是呢 去到機場 其中一個女孩子 叫Maria 我還記得 忘記帶出入景情 那不要緊要 我幫她 那就哭了 晚上9點多 11點多 那時很早都沒有飛機 不像現在這樣 都收拾了東西 幫榮安公司去台灣做時裝表演 在那間叫做 那邊的 Ambassador Hotel 國賓酒店 那是很漂亮的 那時候只有一兩間 漂亮的酒店 那時候 應該去那裡做表演 那發生什麼事呢 那 好啦 沒得上機 就哭了 哭到那個女孩子死了 那時候 我現在的家庭那麼壞 那時候更壞 是吧 罵到那個女孩子死了 於是乎 就全部上了我的辦公室 在那裡玩碟仙 OK 我們不知道五個還是六個 我忘記了六個 連同評論員 即是連同司儀六個 那便上了我家 玩碟仙 那永安的老闆就說 算吧 你們明早才來 因為已經人少了 不夠虛陷 反正那記者招待會 明天下午才是 你們早早來 明早沒有CAT 那個叫民航 中華民航之類 那永安的老闆婆 叫郭林伯太太 她就說 去買個機票 明早的機票 只有CX 即是那時候Catlay Pacific 叫國泰航公司 我們幾個就買了 明早8點半的機票 你記住 那時候沒有隧道 要坐船過海回家 明早8點半 你7點半要去到機場 又6點半 坐船過來機場 這樣就回到辦公室 第二天去到機場 上飛機去到台灣 整群美女 那些人 每個黑口黑臉 每個的眼睛 冷得不得了 黑口黑臉 你要知道 我們昨晚在酒店 即是我的辦公室 是沒有電視的 沒有電視 沒有收音機 我們也沒有打電視 回家 因為那時候不是用手機 原來昨晚那架飛機撞了 那個男日太太死了 我們6個人是完全沒事 我當時知道 我抱著Maria 哭哭哭 那些哭是幸運的哭 前一晚的哭是罵她 是上不了飛機的哭 昨晚那架飛機撞了 這樣呢 是國太太死了 永安沒有再聯絡過我 用過 那些東西不是救回你們 是的 所以我說 整定這個世界 死過翻山 是的 當時我十多歲 二十 六十年 二十歲左右 你大命 這條命撿回來 所以 我撿了很多次 撿了很多次 不行 其實我下一集會告訴大家 Bobo姐的口才好過我十倍 那下一集 我們截了 我的口才不好 是不下醜而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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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盡 心中情 遺憾 愛如癡 葉振堂百花齊放經典演唱會 演出日期及地點 2022年12月16日 屯門大會堂 門票現於城市售票網公開發售 2022年12月20日 沙田大會堂 盤票現於城市售票網公開發售 在我心始終待你真得好 谁为愿你感动 2023年5月23日香港大会堂 门票3月1日于城市售票网公开发售 从今天上到路 努力未愿便买 人性我没法占卖 升级嘉宾 黑妹 陆宝 节目查询8111 8111 升级美声 尽在还声 WSM 还声娱乐成立20周年 一向以非凡音乐 精彩娱乐 创意无限为宗旨 推广音乐不为余力 多元化音乐及演艺业务包括 实体影音产品销售 线上音乐串流及下载 演唱会制作及海外巡回演出 成先看后与时并进 打造最强音乐平台 还声娱乐YouTube频道 订阅人数超过50万 影片观看次数超过6亿 音乐及文化娱乐节目 音乐及文化娱乐节目 鲍罗万有 声级美声演唱片 戏曲随缘 金曲那些列 Sing to remember 艺文化娱乐节目 艺文馆 音乐旅程 音乐淘宝 唱你所爱 精选巨星歌曲合辑 演唱会线上首播 成蒙各界支持及全球恶迷拥戴 还声娱乐不断向前买进 声级美声 尽在还声